5月25日,我還在接善募捆的時候 接到朋友告知我,我的頻道進不去了 我當下沒有想很多 以為Youtube可能系統出了差錯 再加上還在工作 無法立刻去了解發生什麼事 應該幾分鐘後就恢復了吧 我是這麼想的 回到家後,我才發現事情非同小格啊 我的頻道完全被停權了 What happened? 我再也登不進去我的頻道 大家也完全搜索不到任何關於頻道的訊息 過去一年拍攝的300多部影片 就跟沒發生過一樣 我認住了 Gmail收到了幾封關於我停權的信 內容是告訴我有幾部影片 因為侵犯版權而遭到檢舉 Youtube的規則是 為了提醒創作者尊重版權 會給予創作者警告 三次計滿則停權處分 而我 在短短的半個小時之內 受到了三次警告 直接停權 一點反應時間也沒有 仔細看看被檢舉的影片 跟小寶一起玩史萊姆 跟小寶一起玩動力殺 跟小寶一起玩沐浴球 跟小寶一起玩麥當勞玩具 四支影片都是我和小寶開箱玩玩具的影片 用的是Youtube創作工具 相提供的合法音樂 完全沒有侵權的理由 更別提是否有心三色或是暴力的內容 拜託都在玩玩具而已好嗎? 更奇怪的是那些檢舉我的人 頻道上都放著一模一樣的十支影片 內容是一個外國小孩在玩的影片 我意識到這是一起有計劃性的 各、一、間、局 不想讓自己一年多的努力付諸流水 我開始查詢是否有平凡的可能 礙於網路上資料凌亂 我只能一筆一筆的查詢 甚至還請朋友來幫忙寫申訴信 對於莫須有的罪名 我必須捍衛自己 申訴的過程很難熬 每一部影片都要寫一封信去爭取 終於在五天後 收到Youtube的回信 官方告訴我已經開始處理 會要求檢舉人在10-14天提出侵權證明 若提不出來則需要撤回檢舉室由 也就是還我一個清白 更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五天後回頭去看檢舉人的頻道 他們通通以這個帳戶 因違反Youtube的服務條款而遭到侵權 無法使用 等待 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了 我發現我的臉書開始收到一封封詢問的訊息 很多都是有在收看頻道的網友 突然發現頻道沒了 透過臉書找到了我 想知道我們到底怎麼了 原來有這麼多關心我們的人啊 一種溫暖的感覺從心底湧現 我意識到當我沒了Youtube頻道 也等同失去了和大家聯繫的管道 趁這段沉澱期 我創了粉絲團 讓大家多一種聯繫的方法 下次再被停權還可以聯絡上我啦 呸呸呸 時間一天一天過去 這段期間影片拍攝幾乎停擺 載了一些遊戲轉移注意力 吃雞不成落地成河變成我的日常 這遊戲真的有夠難操作啊 欸有話好好說啊 欸別殺我別殺我別殺我 6月14日 正義的曙光照亮了一切 我的頻道終於回來了 多令人振奮的一刻啊 少了很多訂閱者 也少了那顆訂閱鈕 過去回復的留言都消失了 沉積了快一個月的頻道 總算可以重新開張 一種走在路上突然被警察抓去坐牢 一個月後告訴你無罪釋放的感覺 Youtube的檢舉制度真的有問題 竟然可以透過洗帳號弄掉一個人 原以為6月可以達成的1000訂閱 繞了一圈 現在要繼續努力才行了 謝謝每個關心我們的朋友 網友 有你們的支持和守護 這裡才能繼續帶給大家歡笑很快樂 帕拉姐是我30歲後最大的貴人 謝謝你 眼睛 很有сь著 啊 好 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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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